接下來方正老師要介紹的是第十題的第一小題 說如果以1 2分之1為底x-1 大一等於如果以1 4分之1為底3s加1 那這種題目第一個就是說 對數的話你必須要如何對數的定義 所以一開始你必須要知道說 這比數都大於0不等於1 沒錯 2分之1 4分之1 有大於0不會等於1 那這真數要大於0 所以x-1要大於0 那這樣當然是x要大於1 而且3x-1加1也要大於0 這個是x要大於3 那負了3分之1 那這兩個合起來應該是變成什麼 x大於1 x大於1嘛對不對 這個應該沒問題 就是一個負了3分之1 一個1 然後都大於 去重複了部分 就變成大於1 接下來我們要看原式 原式要怎麼掛解呢 就是說你現在比不一樣 如果比一樣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它去掉0 那去掉0的時候 不要忘記 這我們上一次有講過 如果a呢是大於1的話 因為大於1的話 它的圖形是間真函數 我們就x越大y也越大 所以這個 y就等於這個 這裡寫 x2 x1跟x2 這個y 這個就是y 這是y 那x1越大y就越大 y越大x1越大 所以你把這個去掉的時候 你的x1也要大於x2 那如果是這個 a小1 剛才是a大於1的時候 那a如果小1 它有什麼形式長這樣 長這樣 那它是越來越小 就是x越大y越小 如果當你x比較大 那你的y 就要比較小 y就要比較小 所以它那兩個 如果你把它去掉 x1跟x2 要這個 要反過來 所以 簡單講就是說 當你的a如果大於1 去掉0 就沒有變好 a如果小於1 把a小於1大於1 那你去掉1 就把它 把不等式變好 大於就變小了 小於1就變大了 好 那這裡 了解0 那我們就來看 這裡一開始不一樣 所以想辦法把它變成一樣 那變一樣的方法 有兩個 一個就是保留1 2 然後這個變成1 2 一個就保留1 4 這個變成1 4 好 那我們來看看哪一個 比較好寫一點 如果你保留的是1 2的話 那這邊呢 就寫成1 2的平方 那這個平方可以提到什麼 切片去變1 2 那我們說你要把這個去掉 這前面不要有東西啊 這樣比較好去掉 那前面不要有東西 這個就必須要把它搬到這上面去 那那上面去呢 你就會發現有一個2分之1次發 然後當你把這個去掉的時候 這小於1 要變號 但是這邊會有一個根號 會有一個根號 會有根號出現 比較希望出現根號 所以呢 與其用這個方法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選擇 好 那另外一個選擇是怎麼樣呢 好 那我要把這個插掉了 就不是要用這個方法 不是 另外一個選擇就是保留1 4分之1 那把這個想法變成1 4分之1 那你說這個怎麼變成1 4分之1呢 這邊如果平方它就可以 那平方最好這邊有一個2可以讓它放進來 那這邊多了一個2 多了一個2 多了一個2 我可以給它乘上2分之2 乘上2分之2等於沒有乘了 沒有差對不對 可是沒有差 但是我卻可以利用 利用這個分母的2 突然過來變成它的2 然後這個2也可以讓它上來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去掉 所以說前面也比較有東西 所以通通把它放進來 那這樣子的話 這裡就會1 4分之1 這裡也1 4分之1 欸 這個很好 就搭上我們目的 而且也不會出現更好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這個地方 你這個1 4分之1是小1的 所以這個 本來大一點你就要被小一點 然後就把這個去掉 然後你就會得到是x-1的0 8 就會小一點 這個3x-1 那可以嗎 那沒問題的話 好 接下來我們就把它離開 乘開 乘開 乘開的話是x-3 好 減2x-1 就會小一點 這個是3x-1 反正把這個約掉 把它移過去 就會得到x-3-5x-1 那小一點 所以這個x-1 所以這個x-1 提出來 正 正 所以 固了就在中間這一塊 所以你可以得到 0就小於等 x-1 那這個剛才有一個第一個限次 那現在這個是第二個限次 那第四跟第二四呢 連立一下 這兩個都一定要成立 好 所以是一個是0到5之間 公形 這是十星等 因為這個有等套 所以它是這樣 那另外一個呢 是要大於1 大於1 1在這裡 那空星等 那你發現 重複的部分就在這裡 所以最後的答案 我們要寫的就是 1小於x 然後小於等 好 看看這兩個問題